记者洪瑞琴台南报道 计划赶不上变化 原预定106年7月完工的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 亚太棒球村因物价上涨 工程预算没有利润 工程限期问题 致使厂商果足不前 工程招标已留标4次 今年2月第5次招标 第一期工程终于发包出去 预计2019年7月之前完工 赶赴U12世界杯棒球锦标赛开打 公务局表示 亚太国际棒球村第一期工程 经市府彻底监讨 工程主球场人一元规划8000席观众席次 副球场规划1000席观众席次 在不影响赛事使用功能及公安的前提下 在工程经费6 47亿元一三内调整设计内容 第5次招标吸引两家厂商投标 今2月5日的评选会议 结果终于揭晓 由福清营造公司领衔的团队夺标 为配合WBSCU12世界少棒锦标赛 预计于2019年7月在台南市举办 少棒一期工程履约公席仅有480天 在有限履约其承下各投标团队接投入及大心力及热情说明如何如期 如值如实达成完工启用目标 公务局表示 经评选委员听取各家投标团队索提组织与承揽时机 设备材料6、8分、管理计划及创意 由福清公司领衔的团队出现 公务局表示 在少棒一期工程完成发包后 将接续办理复合市场域的二期工 呈设计及发包作业 未来结合已完工的一期少棒工程 达到完整的亚太国际棒球村 提供亚洲地区职业棒球队 国家代表队业余棒球队最佳训练场地 并兼做办理国际赛会竞赛场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